来自南方都市保博报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3号宣布 31名球员和7名工作人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称阳性 阳性率约为1.2% 据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美职棒3月12号起中断了春季季前训练 并推迟原定3月26号开始的新赛季 上个月 美职棒宣布2020赛季将于7月23号或24号正式开打